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拧花惹笑 颇奖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 谦逊 第178集 这两天 凤九儿真的一直留在明月院里 未曾离开过半步 期间 小樱桃回来了 木木据说 也回到了绝风院中 扔霹雳弹的杀手 还是没有找出来 最重要的是 九王爷在当夜进宫之后 就一直留在九王府 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两日 没听说九王爷来过 他似乎很忙 学院的事情交给了霍炎全权负责 所以到了现在 霍炎真的很头痛 要是九王爷在这里 九王爷来负责这件事 不仅仅是刺客 还有这潜伏的杀手 霍炎一定相信 很快都能够水落石出 可是 王爷竟然不管不顾 将这个烂摊子丢给了他 霍炎自问 资质有限 要他训练学子们倒也没什么 可是要他负责查案子这种事 哎呀妈呀 比暴打他一顿 还要让人浑身不好受 九儿 王爷临组之前说了 你手里有他的令牌 在学院里做什么都可以 这是今日 霍炎第二次来找凤九儿 正在喝茶的凤九儿挑了挑眉 所以呢 所以 我觉得王爷是在暗示 这件事情可以由你来负责 原来 霍炎还有这么一个优点 那就是 推卸责任的能力 比谁都强悍 霍炎当然知道 自己现在这个说辞 是好像确实有点无耻了些 但破案什么的 他真的不在行啊 九儿 你知道的 九王爷对你倚重 连令牌都交给你了 是不是 其实 他早就想将 龙武院的事情 交由你来打理 你瞧 这会儿明明龙武院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可王爷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 你怎么不说 朝政出了大问题 非得要九皇叔回去 才能解决呢 凤九儿差点 当场给他翻起了白眼 这个理由 竟然还真的能说得冠冕堂皇 呵呵 那个朝政大事 这不是轮不到我们这些小人物为此吗 呵呵 霍炎干笑了好一会儿 才咳了两声 清了清嗓子继续说 那个院士大人最近也很忙 至于我们整个政军院 上头还压着一位正院士大人 你看 我们这个龙武院虽然权力不小 可是出了这些个事 也总得给正院士一个交代吧 要不然别的院落定会觉得我们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霍校尉这么着急拉我下水 九儿话怎么能说得这么 这么那个 这么坦白 是不是啊 凤九儿轻吃了声 其实也不想为难这个武将 只是心情还是有点复杂 九皇叔自己看过大家的伤口 那天晚上的事情 他也派人调查过 但现在说撒手就撒手 直接就走人了 将事情丢给知道他手里有九王爷令牌的霍言 这不是间接将事情丢给他吗 九皇叔到底在想什么 那个 霍言又轻咳了声 对凤九儿顿时有几分怨念了起来 这丫头说话 怎么就不知道给人家留点面子呢 强木坐在一旁磕着瓜子 听着这二人的对话 也忍不住闷闷笑了笑 九儿还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不过 能给面子的就不是凤九儿了 霍言还领教得少了吗 居然对凤九儿的人品报希望 简直是全世界最愚蠢的存在 霍言知道自己被嫌弃了 明明是一个校尉 可眼下学子们都瞧不起自己了 唉 他无奈道 九儿 我觉得这是王爷在考验你的方式 院士大人最近 有点想告老还乡的意思 我们这龙武院 正缺下一任的院士大人呢 凤九儿没有说话 方正要告老还乡这件事 大家都已经收到消息了 不过 这下头还有两位副院士 除掉两位副院士 也还有十位校尉大人 要当院士大人 什么时候能轮得到他呀 再者 他自己无关一身轻 已经习惯了 就算真的给他个院士大人的职位 他除了觉得有压力 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惊喜 不过 以九皇叔这种种行为来看 似乎还真是有心在锻炼自己 至于锻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九儿觉得院士大人这个位置 应该不是九皇叔喜欢给他的 那九皇叔到底在想什么呢 九儿 不管王爷在想什么 眼下这两件事情也必须要得先解决了 你说是不是啊 尤其霹雳蛋的事情还发生在龙四军内部 这事不解决 以后龙四军整个队伍连声誉也没了 霍雁真的是焦急 偏偏这凤九儿还一副悠哉悠哉 爱理不理的态度 真是急死他了 九儿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 不管怎么样先解决了现在龙四军的问题好不好 凤九儿却在沉默了片刻之后 忽然道 听说每年龙五军和龙成军以及晋军都会有秋冽比赛 厉害的选手还会被选上参加什么十国联赛 霍雁一愣 没想到他忽然提起这个问题 想想才点点头 一般都在中秋之后 每年的日子不定 得要过时开谈则期啊 一想忽然又眼前一亮 九儿 这是想要参加的意思吗 别想太多 只是想开开眼界而已 凤九儿放下杯子 站了起来冲霍雁一笑 时间不早了 夏威大人 今天不用急训了吗 当然要 可是 可是这丫头还没有答应帮她不是 那就赶紧去集队啊 我和乔木也该换上衣服过去了 夏威大人 请吧 凤九儿一拱手 可是 夏威大人 不会是想留下来 看我和乔木换衣裳吧 凤九儿 冲霍雁着她 一副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校尉大人的眼神 霍雁脸一红 顿时站了起来 赶紧往门外走去 姑娘家要换衣服 怎么能在这里看着呢 不过 走了几步 才猛地回头 冲坐在一旁 坐了一会儿 没有说话的站落日 轻身行礼道 七公主 属下先告退了 实在是 这七公主 一直连坑都不坑一声 一不小心 就将她给忽略掉了 忘了她这几日都住在这里 霍雁要是不提 就连凤九儿和乔木都忘了 房间里 还有这么一个人 实在是 她的气息 安静得过分 一收敛 气息就完全消失了一般